先一開始我們來關心 北部雞蛋供應的問題 還沒有解決 氮機場又爆發了禽流感的疫情 嘉義縣六角箱一處氮機場 二月底的機支確診了H5N1禽流感 縣政府獲報之後 到現場撲殺了三萬六千多隻的氮機 並且銷毀了五萬七千顆的雞蛋 就怕對雞蛋供應雪上加霜 不過農委會表示 目前全國的氮機超過三千萬隻 撲殺量佔總量比例不到百分之零點一 所以影響不大 工作人員 穿著防護服進養機場 將雞一隻一隻抓起來 嘉義縣六角箱這家氮機場 二月二十五號主動通報 場內機支疑似感染H5N1停流感 縱應後於二十八號確診 縣府獲報後 週三派人前往撲殺氮機 但由於場內設施限制 不好行走 也增加撲殺難度 被撲殺了雞堆積成山 全場三萬六千七百六十六隻 二十四到一百二十五週齡 彈機 防疫人員耗時十二小時 完成撲殺 連同兩百八十五 相供五萬七千顆雞蛋 也要銷毀 避免彈殼 沾染病毒潛藏食用危機 外界也擔憂疫情 讓雞蛋供應雪上加霜 對此 農委會表示這一場撲殺 彈機量僅佔全國總量不到百分之零點一 農委會補充全臺目前每日 彈供應量超過兩千三百萬顆 分別來自彰化嘉義及屏東 而去年下半年出現 潛流感疫情至今 全國共撲殺染疫 彈機約五六十萬隻 相較全國彈機或雞蛋 總量佔比都不到百分之一 所以有影響但不大 農委會也會密切注意 因潛流感疫情減少供應的 彈機場 確保市場供彈無魚 記者 陳懷許貞君嘉義報導